1950年,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的月球研究权威人士威尔金斯博士,在其所著《我们的月亮》一书中,直接了道地提出,月球是个中空的球体。 在这本书的第13章中他写道,有各种迹象向我们暗示,月面下有30到50公里的翘体。 同时,他认为,肯定没有人想象月球居民会住在精心建造的,带有最高的月球空洞中,月球内部的空间,准是个妙不可言的世界。 在寂静和黑暗中,无数捷径舞帆布在洞穴壁上,像树枝一样分别延伸的空洞,或直接通向月面,或与月面的裂缝相连,这种寂静将使最先踏上月球的人搭为经济。 19年以后,美国人首先登上了月球,但活动的区域极为有限,未能发现月球内部身向月表的洞穴。 上世纪80年代,美国出版了一本名为人类最大的冒险的大型纪录图册,收集了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中7号到17号宇宙飞船拍摄的月球照片。 一位名叫哥诺凯恩奇的人,在研究这些照片时发现,阿波罗巴号拍摄的一张月球背面照片,明显与其他照片不同。 凯恩奇将照片中有一亿的地方用方框晃起来,并对这些地方放大。 有一些看来不是自然物的东西呈现在月球火山口,这是否能够证明月球是中空的呢? 先把月球中空的假设放一放,看一看月球的实际情况,看一看究竟能得出什么结论。 在人类被登上月球之前,科学家们推测,月球岩石的密度可能越小于地球岩石的密度,然而,阿波罗登月计划带回来的月表岩石密度,却远远大于地球岩石。 实测表明,月表岩石的密度为每立方厘米3.2到3.4克,而地球岩石的密度是每立方厘米2.7到2.8克,而且月球越往下,其密度甚至高的惊人。 第一次登月的宇航员,为了把一面美国国旗掺入土中,历尽千辛,让个人轮流产土,再也只能将其干掺入几厘米。 后几次的宇航员是带着电钻到月球去的,但最多也只能打进75厘米。 如果在地球,则能毫不费力打进360厘米。 可见,月球密度大的惊人,如果按照这一现象推测,月球的中心应该是一个由大密度物质组成的内核。 这样一来,月球的总质量,就会比现在的计算大得多,相应的。 其引力强度也要大一些,考虑到月表地月中心,比地表距地中心要进得多。 再加上它的总质量,引力会比我们想象的一调大许多。 可是,没想到月球的引力,只有地表引力的六分之一。 好像月球引力与新密度,质量无关一样。 这说明了什么? 这只能说明月球是一个巨大的空心球体。 1969年,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在首次登月中,在月表安放了五元地震仪。 一月战争产测量器,以后的几次登月活动都安放了这种仪器。 这些仪器自动工作,可以把测量到的数据传回地球。 这样人类就可以直接掌握月球的震动情况。 然而,当第一次月球震动时,科学家却面面相觑了。 阿波罗13号宇宙飞船在进入月球轨道的时候,宇航员用无线电遥控的方式,让飞船的第三级火箭撞击月球。 其能量相当于11吨TNT炸药爆炸的效果。 蝶蝶选择在聚阿波罗12号安放的月阵泥140公里处。 然而,奇怪的是,这次人为之早的月阵,竟持续了三个小时,月阵的深度达35到40公里。 直到三小时20分钟后,月阵才渐渐消失。 美国航空旁天局的地震专家们惊恶不已,无法对这次月阵,为什么能持续如此长时间做出科学的解释? 科学家不甘心这样的结论,又利用阿波罗14号的S-4B上升段的火箭去撞击月球。 结果又引起了一场长达三小时的月阵,深度开始35到40公里。 在此以后,又利用阿波罗15号的火箭制造月阵,震波传到了1100公里远的风暴阳,甚至达到弗拉茅洛高原的月阵仪。 如果用同样的方法在地球上制造地震,震波只能传100公里,也不会出现持续一小时之久的震动。 让我们来做一个小实验,如果我们以同等的力量去敲击两个旋轰的金属球,一个实心球,一个空心球,实心球会发出光的异响,震动很快就会停止,而空心球不会这样。 啪当的异响后,震波沿着壳体会反复震荡,持续很长时间。 科学家面临的问题就与此相类似,通过数次人为制造的月阵显示。 月球内部的结构,肯定与地球不同,否则就不会发生类似的震动。 从月球震动的特点来看,十分像空心球体的震动。 否则,一次小小的冲击,绝不会造成几小时的震动。 因此,在这一事实面前,就连最保守的科学家也认为,虽然不能由此得出月球内部完全是空洞的结论,但至少还可以证明,月球内部存在着一些空洞。 但以上跟这几次试验,还不能得出最后的定论,因为光有月阵的横波,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。 而人类在月球上安放了月阵仪,距离又过分接近。 因为月球永远有一面背对着地球,不不可能在背面安放月阵仪。 即使安放了,信号也传播回地球,因而,测不到月球的纵波。 如果,月球的确是中空的,那么,纵波不会通过月球中心,而横波则会在月球交替上反复认导。 科学家希望月球能发生一次较大的月时撞击,通过测量纵横月阵波传播的时间超级,来证明月球内部是中空。 幸运的是,这种概率极低的事件竟然发生了。 参与阿波罗计划的科学家给这颗陨石体名外具象,具象造成的巨大月阵,确实传到了月球的内部。 如果月球是个实心球体,那么,这种震动应该反复几次。 但是,事实在一次,让科学家失望了。 迹象引起的震动传入月球内部以后,就如同引游入海,全无消息。 发生这种情况,只有一种可能,震动的纵波,在传入月球内部后,被巨大的空间给失掉了。 以上的研究表明,月球很可能是个中空的球体。 而大家清楚知道的是,按照宇宙形成的理论,自然形成的星球,绝不会是个空的星球。 否则,巨大的压力会把它压扁的。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陶尔萨干博士认为,自然形成的卫星,不应该存在内部空洞。 这也是科学家们普遍一致的看法,在月球35到40公里的翘体下部,存在一个巨大的空间。 这个结论多么诱人,里面究竟有什么?有像我们一样的智慧生物吗? 它们靠什么来生存?它们也耕中土地吗?它们为什么待在里面?它们有电灯吗? 月球如果真是内部空洞,那么,一切的科学解释,就统统失去了作用。 我们只能承认,月球以宇宙飞船的假说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